南投仁爱乡日前金船一起使用河豚致死案 这是一名首饰店的红姓老板制作了河豚料理 结果现场有八名男女吃了河豚火锅之后身体不适 这位老板则是在吃了河豚生芸片之后意外先亡 对此卫生单位也说了店家提供这样的河豚料理 结果导致民众吃出问题 最高可以开罚两亿元罚还 而经过卫生局的追查之后发现 这河豚一次是老板基隆的朋友送给他的 目前正在厘清真正来源 女子连路都走不稳被搀扶上救护车 原来二十五号晚间南投金船河豚宴中毒案件 顾客前往小吃店吃饭 红姓老板拿出朋友送的河豚做成料理 八名男女吃了火锅 红姓老板则是吃了生鱼片 结果二十六号一早民众陆续感到身体不适 想找独居的老板一同做医 但到家时发现他已经倒地没有生命迹象 你还每次想吃河豚全部中毒 事发在南投仁爱乡博望向这间小吃店 对门口被警方拉起封锁线 但令人纳闷的是河豚到底哪里来的 食者的邻居朋友表示 那个河豚的来源是由 他的基隆的一位友人寄送给他来 仁爱乡来做一个料理 餐饮业者提供河豚料理 害民众吃出问题 可开罚六万到两亿元罚还 而小吃店业者吃河豚生鱼片身亡 其他八名食用民众状况稳定 有人已经出院可以夏天工作 他们回来的时候精神都很好 吃了不要少了 马上就给回去工作 对啊 其实河豚在台湾近海有超过三十种 有些内脏会有毒素属于神经毒素 不会随着高温烹煮失去毒性 一旦中毒可能出现呼吸麻痹 心跳减慢等症状 目前没有解毒剂 对于河豚此类含有害人体健康物质食品 以食安法规定 不得贩卖或是作为赠品送援 目前正厘清河豚真正来源 若有违法事实不排除开罚 这位少宇南投报道